第二天的会谈已经开始了 这就意味着第一天的完美的结束 即将接受我们采访的是来自于 纳斯达克的马格努斯·比林 欢迎你 感谢邀请 你今天将会在座谈会上 讨论到Blockchain Blockchain可以为其他资产 带来怎样的附加价值呢 你会怎样的去描述Blockchain呢 在纳斯达克领域 我们非常的专注于科技方面 因为这是我们的核心的业务 上市交易 以及为上市公司提供相关的服务 在这其中 科技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部分 我们是非常的专注于 怎样提高相关的科技的 以及怎样才能够获得持续的发展 以便于为市场提供更多的价值 Blockchain是目前行业中 每一个人都在谈论着的公司 我们所关注的就是 它将会为纳斯达克私人股票市场 带来怎样的好处 进入到了私人和公共的资本之间的领域 这都是值得我们去关注一下的 我们期待Blockchain将会给股票交易 提供出更多的解决的方案 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 希望可以看到 他们会给投资者们 到底带来哪一些便利呢 针对今天的座谈会 来自于ICE的戴维 对于市场的监管者和竞争者 有着不同的观点 那么请问您的观点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纳斯达克欢迎任何的竞争者 因为我认为竞争将会带来进步 就我们的服务和产品而言 纳斯达克不惧怕竞争 但是目前在欧洲的衍生品市场上 我们存在着竞争的对手 而监管机构声称 可能将会开放权限 这也就是说 可以让投资者们 通过更加直观的方式 选择他们自己 所喜欢的交易的渠道 所以我个人认为 开放权限是有助于市场本身 形成更多的良性竞争的 所以我们也相信 更多的良性的竞争 相应的也会给投资者们 带来更多的价值 好的 感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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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